這是溜滑梯 這也是溜滑梯 這還是溜滑梯 大家有發現公園內溜滑梯都長得一樣嗎 蘋果調查發現 公園拆除不符合CNS標準的模式子溜滑梯 抽籤攀爬架 不過預算有限 只好選擇符合標準的罐頭郵具 塑膠溜滑梯 橡膠地墊 好方便維修 便宜行事的結果 就造成公園全部都長一樣 你那個下面那邊不是有溜滑梯 是那個洗石子的 我們全基隆是超愛的 唯一就是它 現在它把它砍一半你知道嗎 根本都沒有人去玩 基隆中正公園截斷了原來的魔石子溜滑梯 增加了塑膠油具 但因缺乏保養 塑膠溜滑梯卡榫不見 老舊的橡膠地墊容易滑倒 家長只能自求多福 你太陽很大它都釋放毒素 皮皮的味道超濃的 只要夏天很濃的味道 我都頂多帶小朋友五分鐘我就走了 有時候如果人生有可以重來 絕對不會選擇淡居老實 那這些東西如果多簡單的照標 它就是只是為了郵據而郵據 安全我相信是最基本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還是要讓它能夠多一點選擇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可能是過度安全或挑戰性不足 它事實上是不能滿足小朋友它的需求的 特色公園聯盟統計 北北基兒童將近80萬 但公園內設置的溜滑梯僅168座 沙坑更只有16個 造成假日已經改善的特色公園 都大排長龍 北北會特別避開假日 帶他們到那種就是遊樂設施很多的地方 以前通常公園非常冷氣 對 但是自從這邊改良之後 就是整個就是大爆滿 假日人都非常擁擠 在罐頭郵具無法滿足孩子的情況下 爸媽也只能到處找特色公園 讓孩子從遊戲中快樂成長